现在我们身在乱世 谣言特别多 这里头有鬼神的谣言 传到我们这儿了 我们要不要相信 这个时候考验我们拥有智慧 看到偶叶大师这几句话 我们自己心就定了 花音傲藏 发花蜜水 这是真心的 这不是假的 一切祝福之心药 菩萨万恨之四难 心愿之民 还会动心吗 无论什么信息传到这个地方 回答他就是一句话 知道了 老师念佛 求生进度 就对了 不必再去传 不必再去研究 这就是遵从如来的四义法 佛不在世间 我们一靠谁 一法不一人 法是今天 这个经 确实是如来所说的 释迦牟尼佛说的 从梵文经本 翻成中文经本 确实是如来的意思 所以第一个 一法不一人 你那些话是人传的 灵媒传的 不可靠 张家大师告诉我 慈禧彩后相信这些东西 清朝有亡阔 就亡在 扶乱 这是老人的话了 经验之谈 我们遇到佛法了 再去听信他了 这大错特错 这哪里是如来的子 所以我们绝不传这个东西 我们也不说信 也不要说不信 就是知道了 老实念佛求生净土 就好啊 太好了 一意不一 你看 一了意不一不了意 那么这一部经 既然是华言傲藏 法华密碎 那就是了意当中的了意 我们得到了 一知不一失 我们要有理智 判断问题 试试感情用识 不可以感情用识 感情用识就坏了 那我看到这个东西 是假的 那为什么是假的呢 我拿来一看就看穿了 他说是我是什么佛 再来的什么菩萨再来的 我自己对我自己清楚啊 我不是的 我不是的 他说是我是什么佛 再来的 这胡造谣言啊 因为我很高兴了 因为我可以支持你 给你宣传了 哪有这种事情啊 我会跟你走啊 学佛学了61年的时候 佛经而不信 信你那一套东西 那成什么话了 所以这个道理很浅的 不深呢 所以古人说 遥也知语知的 稍稍稍有一点小智慧的人 就不会相信他 不信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